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 或者说我不善于带领团队 可是你要知道 在现代的社会里 事业和生意要做大 很多时候是需要团队的 一个人走得快 一群人能够走得远 比如说做保险的 有一天你会当上经理 做房屋经济的 有一天你也需要带领团队 上班的升职之后 也会安排一些人手给你 你也需要领导他人 如果是做生意的 比如说一家餐厅 老板就是厨师 那又要做服务员 又要做收银员 又要泡茶 又要想策略 那没有带团队 这样的生意很难做大 可惜很多人就过不了这一关 我认为做领导的应该好好地学习 以下三点 那第一呢 待人的时候要将心比心 要求下面做的事 自己一定要做得到 如果身为领导的都办不到 下面的人又如何办到呢 那第二就是牺牲的精神 下面的人处理不当的时候 做错的时候 做领导的 做老板的 做上师的应该站出来承担责任 而第三呢 赏罚分明 做得好的就要奖赏 做得不好的就应该惩罚 如果你只会做个好人 永远怕得罪人 你就永远不能够成为一个大将 无法服众 团队无法变大 这个将心配合陆薰星啊 只要发挥领导方面的才能 你将能够带来更大的财富和更高的地位 在事业上啊 肯定有所突破 好 那凶星方面呢 有飞帘和雪刃 要注意这雪光的问题啦 可以去咽雪 或做一些小型的手术 那第三颗凶星 这个叫浮尘 也代表说在事业上啊 起伏变动比较大 但是不用担心 因为今年有天解星 来为你转胸为级 化险为夷 给属鸡的朋友的十六次真言就是 领军有方 财运亨通 鸡不可施 未雨绸缪 好